AudioJungle AudioJungle 保证台湾士兵能活着举起反坦克火箭呢? 两岸关系相信每一个中国人都对这一问题感受颇深 自国民党拜逃台湾以来 中国大陆一直都在寻求着一些办法来保证台湾的回归 而事情的发展远不如理想中的那样 自从2016年蔡英文上台以来 台湾境内的台独分子异常活跃 甚至连蔡英文都否认自己是中国人 推翻了此前达成的九二共识 而蔡英文的举动也带动起非常的台独分子 出现在了公众的视线之中 其中最为活跃也是最受的争议的 就是堪称民进党立法委员王定宇 策划多起流血行动 为台独代言王定宇 可以说一个非常彻底的台独分子 曾多次组织一些流血行动 为台独代言 而近日王定宇可谓是诱火了一把 在面对中国解放军军力日渐详盛的情况之下 王定宇可谓是十分乐观 在一档台湾节目新台湾加油的节目中 王定宇对民进党新公布的国防白皮书进行了评论 其中最主要的一个观点就是不对称战力 战力逐渐形成 所谓不对称战力其实很简单 就是中国大陆的军事实力 已经远超台湾军队 这种实力差距是非常明显的 未来一旦爆发冲突 将发生非对称战争 类似于我们熟知的沙漠风暴行动 就是一场非常典型的非对称战争 伊拉克军队短短几十天内全部被击溃 伊拉克军事力量 从此一蹶不振 而台湾民进党王定宇在评论这种不对称战力时 却表达出令人非常意外的自信 他举了一个非常荒唐的一个例子 面对大陆越来越大 越来越多的主战坦克 台湾该如何发展呢 台湾军队可以使用不对称战力击败大陆的坦克 一个士兵手拿一个反坦克火箭弹 就可以消灭大陆的一辆坦克 这样岂不是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大陆的优势军力 也可以被台湾巧妙化解 那么这位台独代言人的观点 是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呢 沙漠风暴行动告诉我们 短冰箱接机会很少 这里不得不说不懂军事的人 说出来的话是多么可笑 目前的战争方式已经不是抗日战争 那为了台湾长年不打仗 已经不知道仗怎么打了 就拿多国军队在沙漠风暴行动中的表现来说 战争一共进行了43天 大多数都是空袭 地面部队行动的时间只有4天 美军战死不过数百人 而伊拉克军队死亡十几万人 伊拉克的武装力量几乎被多国军队的空袭消灭殆尽 地面部队受到的反击 只是一些小谷的残兵 而中国大陆目前拥有第五代战斗机 轰6K型轰炸机 一次可释放108枚炸弹 两艘航母 弹道导弹等等装备 如果连续空袭十天 剩下的小 边就不想多说了 即使是有一个小规模残兵依然在城市中发生巷战 并不会产生什么太大的影响 因为中国目前的主战坦克军装有复合装甲和反应式装甲 一个火箭弹很难对目前中国的坦克造成太大的伤害 而且大概台湾还不知道什么叫空壁协同作战吧 南道路航的武装直升机是摆着看的吗 武装直升机飞行员只需要利用红外看一眼目标 武装直升机的机炮就会把目标达成筛子 如此现代化的战争一个火箭弹恐怕连发射的机会都没有 法恩台湾王定宇 你觉得台湾军队还能打仗吗 而且目前的台湾军队的战斗力可谓是已经大大衰减 要知道国民党败退台湾时 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还是相当不错的 毕竟刚刚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洗礼 而现在的台湾军队军力已经大大减弱 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目标 因为台湾很多民众还是期待可以回归祖国 最起码不希望发生自相残杀的战争 假如一支军队不知道为何而战 那么这支军队的战斗机将大大折扣 并且台湾军队的军纪换散 经常性发生一些非常离谱的事故 而且军政存在意见分歧 这就是为啥蔡英文在观看军队演习时 还要戴上钢盔 穿上防弹衣 这支军队未来到底听不听政府的命令还有待考证 而军中常常出现非常离谱的事故 例如7.1台湾导弹误射事件 一枚导弹军 然何以人为物操作发射 而且这枚雄风三型反舰导弹 还是台湾吹捧的大陆航母杀手 可见这支军队有多不靠谱 在台湾军中类似性丑闻 毒品泛滥等 已经屡见不鲜 甚至还有战机飞行员 把头盔带回家给老婆拍照 还有把炮弹拿回家做成装饰品 如此脑洞大开的事故 着实令人感觉这支军队 几乎和当初的清政府军队有些类似了 不过台湾军队还是比清军强一点的 最起码炮弹的钱没有乱花 反观大陆解放军 这军技我相信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 这些军技的培养 直接决定了战时的战斗意志 也就是亮剑电视剧中的亮剑精神 不知道台湾军队在面对解放军时 手中的火箭弹是否能拿得稳 而对于一些人担忧美军 是否会提供帮助的疑问 这个可能性几乎没有 大家其实可以总结一下 美这几年发动或参与的战争 几乎都是唯恐天下不乱 美更多的是起到搅局的作用 美军是参与了不少的战争 不过美军从未逾越的一点 就是确保战火不会烧到本土去 对于两岸关系问题 美只能是一个在外高喊口号卖呆的国家之一 从台湾王定宇的一些评论中 我们可以深刻感觉到那句名言的真谛 吹牛真的不犯法 王定宇这种过度乐观 可谓是一种死到又不死贫道的大无畏 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精神 这种随风倒靠嘴上功夫过活的人 相信在两岸关系赢 转机的时候 将会是另一套说辞了吧 老蒋补充一下 自从2016年蔡英文上台以来 台湾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 近期四名台湾新党青年党攻回台被捕 更加是把台湾问题推向了风口浪尖 台湾问题任重道远 说说 你对这次绿尾狂言的看法 给老蒋留言 咱们留言见 本文是留言终结者为蒋校长精选独家撰稿 版权所有 如需转载或有一头稿 请联系微信 TIEXUEVIVIAN 差一点 我们就擦肩而过了 请联系微信